寻常百姓王世元虽然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 倒也安逸得很 至少远离了战乱 本以为可以这样活到老死 最终在75岁的时候还被朝廷凌迟处死 死后百姓才知道王世元并非他的真名 而简是明朝的太子 康熙皇帝也真够狠 75岁的老人也不放过 还凌迟处死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 明朝的皇帝贵族全速诛杀 崇祯皇帝的第五个儿子 朱慈焕成了漏网之鱼 因被李自成俘虏活了下来 12岁的朱慈焕从小被封为勇王 李自成兵败后 朱慈焕乃乞讨到一家王姓乡绅家 改名王世元 他知道过去的生活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就这样安逸过起了余生 一直活到75岁 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了 结果他的身份被人识破 而且汇报给了康熙 康熙表面上六计明灵 只是为了笼络明星 好告知天下自己是一位明君 但他得知朱慈焕还活着的消息 立马就变得非常愤怒 尽管朱慈焕已经埋名活了63年 而且也不可能对大清朝或者康熙有任何威胁 可康熙就是不愿意放下 康熙先派人到民间传递前朝朱三太子起兵造反 企图复辟明朝的信息 然后就派兵马来到朱慈焕的家里 把朱慈焕的老妻子和儿子媳妇全部杀了 把朱慈焕抓回朝廷审问 最终以谋反罪名判处绞刑 朱三太子至此也不明白 康熙为何还要对自己下毒手 75岁的老人也不放过 事实上 康熙此举是为了给后人铲除前朝人 保住大清江山